神舟9號升空再次掀起航天熱 中國第一個太空人 是乘坐神舟5號升空的楊麗偉 03年,楊麗偉為中國人完成了飛天夢 寫下中國航天史重要一頁 他之後獲封為航天英雄 有報導說,2003年 楊麗偉獲晉升為上教 有關命令在他執行神五飛行任務之前已經下達 但在他翻地面後才通知他本人 2004年春節前夕 楊麗偉獲破格再升為大教 2008年升為校長 楊麗偉完成晨五任務之後 2004年開始在清華大學 公讀公共管理博士學位 同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頒發的 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2010年,比吉林大學聘請為大學生的人生導師 楊麗偉10年被任命為 中國載人行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 在備戰神六、神七的任務期間 他指導航天員訓練 並在飛行城早選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楊麗偉已經成為中國航天的生蕉牌 經常代表出訪 他也曾經多次訪港 楊麗偉近年出版過自傳 並講述他的航天經歷 今次檢俊